在首尔市场选战中落选的罗美兰 在故乡成了完全失败的米虫 直到某天偶然拯救了落海民众 华丽回归 但就在她重新开始说谎的时刻 竟然又跟之前一样 只能说实话 这回就连她的秘书市长金五叶也变这样 韩国爆笑电影政客程时中推出续集 台湾片名当初2020年玩谐音梗 融入陈时中的名字 隔了两年多 陈时中从疫情指挥官 变成正在打选战的北市长参选人 也算呼应时事 电影剧情则跟前作一样继续讽刺 政治全身态 韩国喜剧片接力上阵 还有这部预告就让观众少风的高庚雕主演 乐透大作战 在紧风的南北韩军事县服役时 捡到一张铜匠彩券 下渺却一个不小心飞走 被北韩士兵捡到 南北韩都想死守57亿巨额奖金 月线展开惊险刺激的机密鞋商 高跟标还为了角色增肥近10公斤 只为呈现温暖淳朴的感觉 电影号称笔记不可思更好笑 现在准备在台上 一定要让观众嘴角大失守 TVBS 叶俊宏 台北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 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